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需要人搀扶 但是气色相当好 他谈到战争 点出暴力已经是过时的想法 现在应该打造和平世界 现年87岁高龄的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日前受邀前往印度古尔冈的一所公立学校演讲分享 尽管他行动虚人搀扶 但整体气色还算不错 到场就先为学校点灯祈福 也不忘和满场后方的学生透过镜头挥手致意 有感于世道充斥着暴行和战争 达赖喇嘛强调 人类本应是和平的生物 且使用暴力早已是过时的想法 现在该是大家醒悟改变的时候到了 或许是有感于家乡西藏受到中国解放军进驻 并常年实施汉化政策 传统藏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恐逐渐失传 达赖喇嘛也呼吁学子们应珍惜印度现有的民主制度 现在中国的缘年代 在最近的疫情中 太多了 现在印度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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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的民主制度 和各種不同的藝人傳統 這是印度的傳統 這非常好 據印度媒體稍稍前的報導 達賴喇嘛正式從達蘭薩拉出訪 除在學校演講外 還將在德里接受例行體檢 以及到印度佛教聖地菩提家爺獎金 最重要設計的臨時見 各位觀眾報導 再來是中國疫情消息 中國在短時間內密集鬆綁防疫措施 反倒讓民眾提高警覺 上海市民外出的意願降低 街頭冷清人煙稀少 就連觀光熱點也是一樣 上海市地鐵單日載客量也大幅減少 上海地鐵車廂空蕩蕩 就算是尖峰時間 車廂還是有車位 地鐵站內來往的旅客密度 跟以往相比也少了許多 中國在短時間內密集鬆綁防疫措施 不過民眾似乎對於疫情警覺性提高 外出意願降低 許多公共場所的人潮都消失了 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人突然少了很多 我覺得週末人都一直很多很多的 然後最近可能放開來很多人都害怕 來得比較少我覺得相比上個週末 記者匯者資料發現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 在12月7號拋出優化防疫新實條後 上海市地鐵單日客運量下滑變得明顯 很多人以為防疫放寬 取消封控就可以帶回消費動力 實際情況卻恰好相反 過去由於每個人都被要求核酸檢測 對身邊的人健康情況反而放心 現在則是處處是風險 非必要不外出 只能說對中國民眾而言 想要達到消費復甦或經濟復甦 都還有一段路要走 中央社會李亞文上海報導 在海外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網隊 全球布局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分佈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掌握全球的脈動 但您關心軍事話題 美國面對俄羅斯推動核武現代化 強調堅定智力在印太區域的軍事能力 前陣子美國具有核子攻擊能力的 B-21逆擊戰略轟炸機問世 可看出美國正在朝新的核武平衡布局 對亞太和世界安全格局 將產生新的變數 俄羅斯發射洲際彈道飛彈進行軍事演習 推動核武現代化的動作也不斷 而太平洋另一頭的對手 美國也展現武裝能力 美軍隱形轟炸機B-21突擊者 具有核子攻擊能力 可以看出美國戰略朝向新的核武平衡 而美國國防部表示 要持續強化與印太盟友的合作 台灣位在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中樞 美國會不會將台灣也納入核武保護傘 他一定要考量政治上 尤其是政治這一方面的考量 那政治方面對我們台灣 有時候會來自於對岸的干擾 那這樣的話 美國的核子保護傘 會不會涵蓋台灣 那就成了一個問題 是政治的議題 而不是軍事的議題 我們當然台灣是樂觀其成 但是要看政治的氛圍 跟國際政治現實的條件 美國參議院通過2023年度國防授權法案 授權軍援台灣 也建議美國政府邀請台灣參加 2024環太平洋軍演 儘管可行性有待觀察 但專家認為台灣可以和區域盟友 先加強交流 多次參加一些美國在 尤其在第一島鏈 或者在台灣附近的海域的這些訓練 我們應該從這個地方開始 由簡單再到複雜 美國跟日本在經常都有這些演習 不管是利劍演習 或者是北方演習等等 年度的演習 重大演習 都會在台灣周邊的海域來實施 可不可以讓我們台灣先作為觀察員 我們拍一個觀察團過去 看他們的這些圖上的兵推 或電腦的兵器推演 2024年就是環太平洋軍演 這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海上規模的演習 那我們台灣是不是要最好能夠參加 就算不能參加也要參加他們的兵器推演 買了那麼多的美國的武器裝備 還包括撤台 那我們都沒有實際上的 在跟國際上做接軌 在這方面如果台海爆發了戰端 那我們在這一方面 我們可能經驗上會非常的欠缺 那往往這些寶貴的經驗 是能夠彌補我們平常訓練的不足 所以我都認為有必要 從美國在台海周邊的這一般的演習 再到它的銀旗演習 紅旗演習 最後面到環太平洋軍演 我們都希望能夠全面參與 專家認為台灣可以爭取在日本 沖繩派駐海空軍的聯絡官 因為當地有美軍基地 雙方可以進行互動和軍事協調 台北是1979年斷交以來 以台灣關係法為基礎 至今軍購停留在被動外國軍售及商售 如果拜登簽署2023國防授選法 將多了由美國扮演主動的外國軍事融資 象征台灣扮演美方抗中的重要角色 不過國際情勢的瞬息萬變 專家建議台灣應從小地方爭取著手 再逐步放眼接軌國際的軍事合作 中央事情 黃大王 吳申宏 台北報導 本週末有不少金馬獎提名的新片上映 新加坡電影《花鹿阿豬馬》 描述一位迷韓劇的大媽 跑到南韓旅遊 意外在旅程中找到自我 另外台灣導演張作季睽違三年的新作 《夏日天空的那匹紅馬》 聚焦照護者和病患的互動 先前入圍本屆金馬獎 最佳導演 你無人無人來說我要是你爸爸 我來我就不記得說我有一個女孩 民養女子來到海邊小鎮尋找親生父親 為一家父子四人的生活帶來衝擊 這個家庭裡母親因意外長期臥床 父親獨自帶大三個兒子 為了養家和照護 她早已心力憔悴 無力改善困頓的現狀 民養女子的出現 劃破原本一家人與世無真的寧靜 本片是台灣導演張作季頭 為三年的第十部作品 持續關注社會的邊緣角落 聚焦照護者和患病者之間的互動 先前曾入圍本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獎 新加坡電影《花露阿豬馬》 先前風光入圍本屆金馬獎新導演 女主角男配角和原著劇本四項獎 劇情描述手寡的中年大媽阿豬馬愛看韓劇 來到南韓旅遊圓夢 沒想到在某個景點沒趕上遊覽車 被丟包的她遇到好心保全大叔收留 兩人匕首畫腳的溝通當起新朋友 這趟迷航放飛自我的意外旅程 也讓阿豬馬體悟到自己上來 為家人做牛做馬 現在應該享受生活 好好為人生下半場做打算 南韓愛情電影《共感頻率》 翻拍兩千年的經典片《愛的空間》 由童星出生的女真九和新星女星趙怡賢主演 片中兩人飾演大學生 利用無線電對獎機搭上線 一陣機同壓獎後 發現彼此身處不同年代 神奇的跨時空連結 讓兩人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 盡情分享著彼此的愛情和友情 也漸漸累積特別的情感 中央社綜合報導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頻道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張雅婷 我們再會 我們在華視界中的高峻 我們在華視界中的居民 開放地下 我們在華視界中的高峻 開放 出手 帶來 能不能 我們在華視界中的居民 打開 就算了 我們在華視界中的居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